Leo聊四季 天天都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達魯匹圖人對上圍巾人 這場比賽也是 將軍休息室 好 那目前來介紹一下藍方 選擇的是達魯匹圖人喔 達魯匹圖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相公的攻擊速度很快 那戰毛病的速度也是喔 那他的魚船呢 部分喔 他是可以雙倍運載量 反而只能裝15肉 變成可以裝成30肉 那這個效果 他的漁民也吃得到 所以達魯匹圖人喔 在捕魚的情況下喔 如果不看漁網的部分來說 只吃野生魚群 他的效率是最好的 那如果看漁網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日本的捕魚效率會更好一點 那達魯匹圖人呢 他的後期打法主要是打火炮 還有這個攻城戰象 相公為主的文明 那他的步兵喔 其實也是蠻強大的 因為他的步兵呢 有這個烏之鋼科技 可以讓對方的裝甲無視化 直接無視對方的裝甲 進行攻擊喔 非常的強大 那他的弱馬的部分呢 雖然弱了一點喔 但也有無之鋼的一個效果在的關係喔 弱馬也可以試情況去轉出來使用 但他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稍微會弱了一些喔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紅色選擇了維金人 維金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有免費輪走技術 還有這個手推車 那這兩個科技呢 讓維金人喔 可以成為這個經濟最好的文明喔 他的經濟在初期有非常誇張喔 但是到了後期喔 其實跟一半文明是差不多了 因為大家到那時候都已經濃起來了 手推車輪走基本上都有 所以維金人強大的死期喔 是在城堡時代的中期喔 那帝王初期 可能是他一個比較危險的空窗期喔 那到了帝後可能也會更慘喔 那帝就是帝王時代科技研發完好的時候 甚至他是一個全盛時期喔 像維金狂戰士啊 劍兵勇士 還有強弩喔 還有這個維金的金冠技術喔 全部研發完之後 是他最強的時候 當然只要再拖過五分鐘之後 維金人就有點不太行喔 畢竟沒有火箱沒有火炮 所以後期會稍微弱了一點 那稍微介紹一下 維金這個文明的海戰的部分喔 維金的海戰呢 他是有維金大戰船喔 但是他不能在封建時代製造出來 只能在城堡時代產生出來 所以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只能出戰船喔 而且他也沒有火戰船的部分喔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 可能要累積一些戰船喔 才可以出門喔 會更好一點喔 那WP圖人的海戰呢 他有這個帝王時代的樓船喔 遠防超級高 而且可以同時射出很多這個箭矢喔 那他這個性質跟維金有點像 但射擊速度喔 看起來是比維金人慢了一點喔 那他的這個體積也比較大喔 跟維金人的戰船體積喔 比起來是大概差了兩三倍有吧 非常龐大的一個樓船喔 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封建時代的打法決定喔 那目前看到維金人這邊是打了一個 三漁船 開龍 沒有繼續出漁船喔 而是補下第二個漁船 第二個碼頭 準備要來出戰船 那如果他要打戰船的話 他要打黃金應該是會挖的 對這邊要開始挖黃金 那如果他是三個人開始挖黃金的話 可能黃金量會不夠出戰船喔 而且還要去點一級射冰工場 所以維金人在初期的戰艦 互打的情況下 真的是會稍微弱了一點 好這邊互打掉 好點下了織布技術 這邊收了一村蠻不錯的 用這一隻肉碼收掉 到HERA的一村蠻賺的 當然HERA這邊已經爆出了第三個碼頭 這邊也是打戰船路線的 好那MBL這邊可能也是要打戰劍 但戰劍的黃金可能會不太夠 待會再補兩個人過去 肉還沒有吃完 肉剩下16個 就不吃了 趕快補一下冰工場 一級射新優先典 好這邊肉放下 可以一級射一級伐木 戰劍部分 已經來到三艘 後方洛馬還在互打 想要收掉一村 看起來是有點難 好這邊繼續追 差點追到 8滴血 好這邊繼續捕魚 好戰劍兩邊都出發了 看一下兩邊的互打狀況 好最後大陸P圖 這邊優先拿下了戰劍數量優勢 這邊只能會被貼著打 就趕快跑了 趕快去為自己後面的碼頭 爭取一點時間 OK 那目前是HERA六艘戰劍數量壓制 我一進這邊 我先把所有的戰劍 聚集在這個窄口處 才可以預防對方 溜戰劍進來 燒了後方的捕魚魚船 那在這個時候 HERA其實也可以去考慮 捕一些魚場 既然有這個戰劍數量優勢 但他也沒有掉以輕心 然後覺得說 對方可能是在爆更多戰劍了 所以他自己沒有捕魚船 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並不知道 MBL這邊戰劍數量 其實並沒有到非常多 雖然以正面的數量來看 目前是HERA 確實是少於MBL的 那他這四艘戰劍 其實有點追太久了 其實他可以只拉一艘 去跟對方對射 或是拉兩艘去追就好 拉四艘去追就有點太多了 好 那正面戰劍數量 開始有點持平喔 兩邊的數量都是六艘戰劍 那目前兩邊血量都差不多 MBL這邊可能要被再燒掉一艘戰劍了嗎 好 這邊躲掉箭矢 躲得很好 MBL這邊殘血的戰劍要不要拉回去 讓村民修理一下 這個一滴血 不修起來有點可惜喔 3滴 好 這時候MBL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免費的輪軸技術 經濟實在是非常好 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經濟狀況 好 那目前MBL這邊經濟力量來說 只輸了100木材喔 基本上其他資源都是贏的 這是贏了200跟300 那打到城堡時代之後 維京的經濟喔 更是誇張 直接免費的手推車 好 再配上3TC Kaino 經濟起飛速度是非常誇張的 好 終於拉了一隻村民過來修一下戰劍 好 那MBL這邊先不用照鏡喔 好 趕快等到城堡時代喔 再繼續開打就好 好 這時候HERA一心想要去跟對方決戰喔 那這邊戰劍數量也就不能少耶 趕快繼續出 唉唷 結果這裡有4艘戰劍 從後面繞背喔 這邊繞背 應該可以抓掉余船 余船再一發就要被收掉了 趕快跑 好 但正面的戰劍已經入侵到了碼頭的部分 好 射掉了一艘 這邊這個洛馬還在砍這個市集喔 砍了超久了 好 那目前升級還有30秒 HERA這邊升級大概慢兩分半左右 好 終於補下了市集 沒有想到HERA這邊升級時代會輸喔 因為他這邊的漁船應該是效率還不錯的 但他出的漁船數量有點少 只有3艘而已 那之前我有看到一個教學配置喔 就是這個漁船到底要出多少艘喔 去打這個團隊群島啊 或者是這個 打這個海戰 其實是因文明而定喔 那我個人推薦喔 一律計4艘就可以了 4艘漁船 然後接下來就出戰艦 這樣自己比較直觀喔 有些人會說出到6艘 但6艘的部分是有點太偷了 那打團隊遊牧的情況來說 我覺得出到6艘8艘其實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只是要補一波雨的話 後續沒有打算要打海戰 就算出到8艘我也覺得是OK的 好 那目前看到圍巾這邊已經升級好奴炮戰艦了 那目前HERA這邊的戰艦還沒有升級好 但是想要用自己的操作去秀掉對方奴炮戰艦 好 當然這邊奴炮要躲這個箭矢很難躲喔 全躲掉 這個躲蠻厲害的 後方的戰艦終於解決掉 圍巾這時候轉出了圍巾大戰船 二級射也補下了7加2的傷害 箭矢數量是非常多發的 大概是3發左右吧 對 沒錯 炮彈塑料3 下面有寫 括號3 好 那達魯P圖現在沒有時代上的優勢 戰艦只能先行趕往後拉 但是抓到MBL的運輸船了 違建人這邊是決定要來開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雙TC先開農 如果目前海戰方面有戰艦優勢的情況下 可以偷偷轉農一下 被壓制的那一方可以考慮出自爆船 去進行反制 如果離這個碼頭很近的話 自爆船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或者是直接轉出火彈船配自爆船 都是OK的 OK 這邊是果然按了幾艘自爆船 準備要來 轟炸一波了 這邊趕快補下自己的第三個城鎮中心 但是這邊石頭不夠 待會還是要來挖一下 不然就是買一百石頭 點下了瞭望技術 WP圖這邊也點下了第二個城鎮中心 目前WP圖也點下了彈道學 這個點的時間很快 才剛上城堡賽沒多久 結果馬上要點彈道學 MBL這邊彈道學雖然慢了一點 但沒有關係喔 只差了20秒而已 裡面藏的是奴炮戰艦 自爆船看來沒有對到這些大量戰艦 造成大量傷害的感覺 目前Haira的戰艦雖然來到了20艘 是可以跟維京這邊戰艦作為批敵的 兩邊都是差不多20艘左右的戰艦量 這個宅口目前對MBL來說 有點小小的優勢 因為這邊的海域面積更廣一點 然後他這邊是全部聚集在一起 箭矢射外的話也可以打到旁邊的戰艦 所以目前打戰艦來說應該是MBL會贏 但是補戰艦的優勢來說 Haira這邊更有優勢一些 但是後面有幾艘維京大戰船 怎麼在後面走來走去啊 哇結果打一打變成MBL打輸啦 哇這邊後面有幾艘戰艦在裝盲啊 裝盲到後面的結果 反正是MBL打輸了海戰啊 哇好痛 不行了 維京戰船趕快回家 哇真的啊 他這裡集結一點沒有往前射啊 Haira這邊一直補戰艦往前 集結得更好一點 好 那MBL奴炮戰船全部送掉之後 開始轉出更多的維京大戰船 這岸邊的部分呢 再繼續補下一些防守 順便探圖一下 修道院的部分一直沒有去補下 那其實在打海戰的時候 如果你是被壓制的那一番 出這個老頭去招翔戰艦也是可以的 但戰艦要特別小心 也有可能會反制回去你的老頭 所以就是要趁亂招翔 好 維京大戰船來到12艘的數量 但是奴炮戰艦有15艘 兩邊都在互相交換當中 好 哇 又換掉了好幾艘 喔 這個殘血差點收掉 好 現在11艘 對上14艘 那Haira按了一艘火戰船 然後去壓制 維京戰艦的一個傷害力 好 戰船趕緊去補過來 不要再補在家裡了 趕快往上補 好 MBL這時候點下了二級伐木 總意識到自己木頭很缺乏的原因 雖然有手推車經濟量還不錯 但現在Haira已經點下了第三個城鎮中心了 村民待會就要來反超MBL這邊的村民數量了 好 好 維京這邊直接拉了一些戰艦 往回撤 現在數量還不是非常穩定 OK 更多一點 16艘 現在雙方都在瘋狂爆戰艦 但現在3TC開農更有優勢一點喔 MBL這邊能夠打得贏3TC開農的WP2嗎 好 下方這裡這隻刺頭 不知道在幹嘛 調戲良家婦女嗎 好 回去扁一下 好 回去扁一下 哎呀 漏馬這種解掉了 OK 還有啦 決定 沒事沒事 看錯了 MBL決定要在前方蓋下一個碼頭 好 終於補下輪軸技術 兩邊戰艦打得都算很保守 都沒有照鏡想要殲滅對方一波 都是用遠程打擊 好 這邊火戰船想要吸引 稍微手操控一下 躲掉了很多箭矢傷害 這個就是HERA的一個幌子 讓對方的戰艦如果不手動點的話 一定會點到前方火戰船 那互打起來的結果就會很虧 好 但是這邊撐亂還是把火戰船給點掉 距離攻擊就可以點 但是目前戰線來說 是MBL這邊的維京大戰船 更有優勢一點 數量比較多 傷害開始打出了差距來 好 這時候趕快把戰艦全部往前線補 終於打出了這個戰艦數量的差距了 那從村民處來說 目前兩邊都是持平狀況 82吋對上82吋 村民處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經濟量來說 還是MBL微技能這邊更好一點 這邊戰艦打得非常漂亮 MBL這邊一直瘋狂點射 基本上每結火一次 就可以收掉一個奴炮戰艦 奴炮戰艦數量越來越少 HERA有點潰伏成軍 這裡要小心自爆船喔 你要確定欸MBL 這個自爆船要是出來炸個一波 你就要投降囉 這就是打海戰的時候太深入敵方碼頭 是有一定的風險 但HERA這邊是還沒有去產出自爆船 好 這個奴炮戰艦直接取消 發現正面打不贏 開始往後撤 維京大戰船的傷害還是非常可觀的 好 這時候達魯皮圖倫 點下了航海技術 好 這時候達魯皮圖倫 點下了航海技術 好 正面戰艦再次展開攻勢 那航海技術 那航海技術點下呢 就可以增加這個 艦隊的防護力喔 反而HERA剛剛一直忘記點了 終於點下了 待會點下之後就會稍微彈一點了 但遇到維京大戰船 這種數量這麼多箭矢的情況下 現在一點防護力感覺好像有點癢 哇 結果HERA的所有戰艦全部被包抄掉了 全部剿捏 戰艦的部分沒有帶出了 現在直接棄手碼頭 看要不要在後面喔 再補些碼頭 好 再補了 剛剛講完就補了 OK 好 這時候MBL 也點下了帝王子彈 HERA點下了二級伐木 來看一下現在的經濟差距為多少 那目前經濟差距來說 是MBL拿下木頭的勝利 黃金則是贏了快一千喔 雖然食物輸了兩百 但只有一點點 經濟樣來說 這個黃金贏一千喔 就知道這個手推車跟輪走 獲得這個經濟產量 大約可以贏大概快兩千左右的黃金 其他支援量 可能不是黃金 有可能是其他支援 好 那目前維京這邊 繼續出戰艦 轉出了老頭 按下運輸船 因為他現在已經拿下卡運上的控制權 可以考慮先上導 先把中間這些資源拿起來 或是運這個老頭 過去中間拿這個聖物 拿下自己三聖物 打出這個聖物上的數量優勢 欸 航海技術剛剛沒有點嗎 他剛剛取消了 取消航海然後點帝王 OK 細節細節 好 在右邊補了一個新的碼頭 MBL現在發現 唉唷 看啦 Hera並沒有放棄打海戰的意圖 好 這邊直接上導 蓋了一根城堡 當中城堡蓋的位置 沒有到非常差也到OK 大家有些比較保守的人 會蓋這個位置 因為會離對方的岸邊更遠 巨頭的話不能直接在岸邊開架起來 至於哪個方式比較好 其實有點看狀況 沒有一個 很好講的一個方法 雖然對方可以在岸邊蓋這個巨頭開拆 但你也可以在海上進行反擊 那維京人這個文明呢 是有精銳火炮戰船 所以基本上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也可以出火炮戰艦 進行巨頭的反制 當然也是要先拿到這個 海戰的優勢 才可以這樣打的 達洛P2人呢 本身也是海戰全滿的文明 所以他也可以打這個 精銳火炮戰船 所以目前 Hera的當務之急 是要趕快把這個 戰艦的數量 給蓄起來 那羅羅船的發射數量 是4發 箭矢數量非常多 6加2的射程 待會再等到三級射 就變成7加3 跟維京大戰船是一樣的 那傷害來說的話 是9加2 那維京大戰船是8加4 待會傷害再點個化學 三級射 攻擊就變9加4 傷害是比維京大戰船 再更高一點的 那他的血量來說 也是比維京大戰船 更多一些些的 那造價來說的話 是相當不便宜 180目60黃金 好 這邊直接使用 維京大戰船開始 來打這些落單的樓船 哇 這些樓船的傷害 其實有點癢 維京大戰船這邊 反制數量非常快速 這邊繼續開始下雨 按了幾個巨頭 開始要來開拆岸邊的碼頭 哇 維京大戰船好強大 現在MBL的戰艦數量 來到了50艘 而且維京大戰船也已經補好 後方戰艦想要來阻止 MBL的後續的戰艦支援 先把這個戰艦 支援放在後方 待會利用本艦回去血訪 再來打出破口 維拉現在有點不知所措 不知道該怎麼打 在岸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讓我來控制一下岸邊的碼頭 城堡都應該好 這裡戰艦要趕快跑 不然遲到這個城堡傷害 戰船會損失速度很快 右邊這邊再繼續數起來這個數量 左邊也補了一根城堡 稍微反制一下過來的戰艦 上方的戰艦兩邊再次開打了起來 上方的這一波是達洛匹圖這邊的主力艦隊 這邊主力艦隊要是被拿下 可能就無力回天 這邊要看一下 Hera能不能反擊成功 但是這邊是他的碼頭 下方還有更多的碼頭可以即時支援 好看一下這邊 維京戰船的殲滅戰 是否能成功 但是達洛匹圖的戰艦數量還是太少 只有六艘 這邊老頭也過來幫忙一下 維京大戰船的數量還有大概約三十一艘左右 趕快射掉這個老頭 好巨型頭C 瘋狂開拆左邊的城堡 左船這邊數量越來越少 但上方的Hera這邊是打多線 也想要控制右邊的維京大戰船的一個支援 好這邊偷偷點了一個巨頭 但是內岸的部分 也是補了一些碼頭 開始要來支援中間的維京大戰船 正面的方面繼續用巨頭 攻擊達魯P2的城堡 好海戰方面 看起來達魯P2 開始扳回了一點優勢的感覺 但後面有更多的維京大戰船補了過來 我竟然在中間補了一個新的六艘塔 然後幫忙增加一點箭矢傷害 這邊防守這個岸邊 避免TC一直被騷擾 這邊海戰打得非常激烈 右邊的海戰戰士 目前有點打得五五開 並沒有誰優誰裂的感覺 這邊的部分海燈繼續補了過來 但是以出兵內來說 Hera是相當劣勢的 因為你要經過這個區域海域 要經過右邊這個城堡 但這個城堡現在被拆掉了 現在岸邊的話 補過來只需要移動時間而已 但在上方的壓力還是很大 Hera拉了四巨頭 直接正面反制 岸邊有的維京巨型投司機 但是全部打歪 這邊更多戰艦補了過來 還補了一些火戰船 但火戰船實在是 坦不住維京大戰船的傷害 目前大陸皮圖倫戰船只剩下十艘 這部分只有五艘 右邊的戰船數量只剩下三艘 但是有打贏右邊的戰船數量 好這時候 Hera打出了GG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戰船數量真的太猛 44艘 最後打了P2的數量只剩下15艘 雖然右邊已經拿下來了 但是正面實在是扛不住 巨型投司機的部分也是被反制回去 基本上是全倒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 MBL這邊拿下 很多的這個資源的勝利 木材贏了大概2000 黃金大概贏了500左右 時候贏了100 但食物大概輸了3000左右 沒想到WP圖倫後期 這個經濟還是不錯的 跟捕魚捕了很多 農田是灑了非常多 那MBL這邊基本上 沒有再繼續產食物出來 反而是全部把這個村民 去伐木跟挖黃金 產出更多的艦隊而已 農田的部分則是 愛種不種的 馬上就去做其他事情了 因為村民數也來到140村 基本上太多肉量 沒有辦法去做到更多的事情 這也是一個後期 還佔一個超重細節 田可以不用一直重 但是木頭跟黃金 是一定要挖的 好來看一下KED的部分 KED的部分 兩邊基本上都快要到1比1 但維京這邊數量 是好像稍微差了一點 大陸P圖這邊的KED 看起來是更好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這也是維京大戰場 中間取得優勢之後 馬上上倒 控制中間黃金金礦 這是相當關鍵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